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做的呢是一期粉底液的测评视频 那么我今天要测评的就是 叹啦 IPSA家的粉底液 然后呢我买的是它这一瓶叫做 光透恒美粉底液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高皮 也就是说是适合混合皮的那一皮 今天呢是第一次用 来做一个第一次的使用感分享 以及粉底液的测评 这个粉底液呢我是在国内的专柜买的 然后它的价格是350块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定位就算是一个中档粉底液的价格吧 然后基本上专柜也就是比各种代购贵个60块钱 差不多五六十块钱的样子吧 我买的这一瓶的色号是101 然后呢它有SPF25PA两个加 这一瓶是25毫升 它这个粉底液一共有三款嘛 就是一款是这个高皮 一款是那个矮皮的 就是说特别适合油皮用的那个 还有一款是管状的包装 就是是粉霜之地 说是特别适合干皮的 然后我买的还是是它这一个高皮的 说是适合混合皮使用的 但是呢我拿到它之后 我看它背后这个包装上写的简介哈 其实说这一款是适合粗糙及容易泛油的肌肤 它写的是不易受汗水及皮脂影响而脱妆 修饰油光及粗糙肌肤 缔造充满透明感的美妆效果 它是这么的一个介绍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那个矮皮就是给极油敷制 然后管状的那个就是给极干敷制 然后对于这个高皮的来说呢 就是大部分敷制都适用 它这一个瓶子就是长这样 就是一个怎么说塑料感的 拿在手上就是介于开架跟专柜之间那种的感觉吧 但是它这种塑料皮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不小心摔地上的话它不会摔开 就不会像我上一个惨死的第二粉底液一样 就是完全一下摔地上就摔开了 它这款粉底液呢 主要主打的就是说它会根据 根据你照在肌肤上的光线 它自动进行调节 然后这样从而带出你肌肤原有的那个光泽 看起来它的简介是一款就是比较有光泽感的底妆 可能是这样 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的肤质啊 我的皮肤基本上属于黄一白到二白之间吧 最近稍微有点晒黑了 可能就算是黄二白的这么一个程度 主要皮肤上的问题呢 就是黑眼圈 然后有之前烂脸留下来的这些痘印 鼻翼两侧的毛孔是有 但是就是还好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脸容易发红 皮肤不是特别 肤色不是特别均匀 就是我的一个肤质状况 然后我呢是算是混合皮吧 就之前特别油 然后现在慢慢开始变干了 就是处在一种 嗯你说油吧 它也会出点油 但是呢说干 它脸颊也比较干 就是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皮肤 不是特别油也不是特别干 不油不干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是 所以呢我是买了这个 而这个颜色我是靠贵式的 就是你在YPSA买的话 你可以去它妆柜做一个皮肤测试 它会用专业的仪器给你测一下 然后看看你的这个肤色是适合他们家的哪一个产品 当时我测出来呢 我的脸是处在这个色号和比这个色号再深一个色号之间 我的脖子是符合比这个更深一个色号的 其实是 但我后来再手上试了一下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差距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我又想有一点轻微提亮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就还是选了101这个色号 那关于它这一款产品的色号呢是这样 它一共有六个色号 然后这个101在它的色号表上写的就是标准色 剩下的呢比它再浅的还有两个色号 剩下的颜色就比较深了 反正就是这个你可以靠柜试一下 反正它柜台上基本上所有颜色都是全的 你就是可以让柜姐给你上脸试一下感觉呀什么的 大概这个粉底液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上脸试一试它 今天呢测评也是 就是一边会用刷子上妆 然后一边会用一个战师的海绵蛋来上妆 看看它在不同工具下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粉底液 它这个挺好的是带一个泵头这样的 它的包装就是这样 带有一个泵头 然后背面有写它的色号 我的色号就是101 先挤在手上看一下它的质地 挤出来了满满的一泵 它的质地就是属于 你看它有流动性 但是流动性比较偏弱 质地稍微算比较稠的那一类 我也用过他们家的那个特别矮皮的那个 说是适合给油皮的那个 那个就是流动性特别大 挤在手上叉一下就跟水一样 就直接就流下来了 但这个不会 这个就是你看它在我手上 其实流动性没有那么大 然后它官方推荐的用量呢 是说基本上半边脸用一泵 那我们先上这半边脸 然后这半边脸的话用海绵带上 但它涂在脸上就是马上那个水水的 那个稀薄的感觉就出来了 感觉它质地应该还是挺稀的 然后我们把它拍开 用一个战士的海绵带把它拍开 我刚刚上脸来看的 确实是稍微有一点偏白 如果它一般都会慢慢再和皮肤融合一下 它会融合的越来越好 好那我基本上这半边脸 现在这个这半边脸就已经用海绵带上完了 我觉得它延展性还非常好的 在我拍开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特别容易就拍开了 然后现在来近距离看一下 黑眼圈的部分是有遮盖到一部分 然后痘印也有遮盖掉一部分 但是遮瑕力就是属于中等吧 我觉得遮瑕力不是属于特别高的 对于毛孔的修饰 可以看一下这 我觉得就是 还可以 然后我觉得它质地是蛮舒服的 而且它在它的那个简介里边也有写 它的这个是经过测试 就是一个不易之痘的成分 然后我觉得它其实推荐的这个半脸一蹦的这个用量 稍微有一点多 你还是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用粉底液的量的习惯 自己调整吧 然后差不多 这半边脸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感觉跟脖子色差也还好 然后接下来呢 再取一步 我们上在左半边脸 让左半边脸用刷子来上妆 用一个这种大的牙刷型的粉底刷 然后把这个鱼粉沾上 刷开看看 我觉得用刷子刷的时候感觉它这个质地 其实还是挺厚的 就是用刷子稍微有一点刷不开的感觉 没有那种流动性特别强的那种好刷的感觉 我发现现在差不多给它刷匀了 然后我再用这个美妆蛋的一头稍微给它按压一下 我一般用刷子上完妆还是喜欢再用战士的美妆蛋给它压一下 一个是感觉它这样遮瑕度会更高 再一个呢是觉得它会更服贴一点吧 好 然后我现在 就光调整觉得有点惨白 我现在就是这半边脸是用刷子上的 这半边脸是用海绵上的 我觉得明显从色差就能看出来 它这个海绵其实吸粉吸的还是挺严重的 就是基本上这半边脸我现在看起来我自己都觉得 好像比这半边就是颜色要深一些 明显就是脸颊处啊什么的好像都没太遮上 你知道虽然现在用量已经很多了 我再稍微挤一点点 然后再用海绵上的这一半部分 再着重需要遮瑕的地方二次叠加一下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然后呢我们在脖子上也上手 这个色号对于我现在来说好像确实好 还是白了一点 因为之前就是去海边晒来着 然后现在选择这个色号感觉稍微有点白 现在脸白像鬼一样 但不过好在一般到了冬天 人还都会再变白一点 这个质地来说反正也是差不多 冬天用起来应该会比较合适 现在就是两边都已经上完了 然后我们拉近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妆感还是不错的 就是你能看出来吗 它有这种轻微的光泽感 就是会让别人一眼看你觉得 哎这个人皮肤还挺好这种感觉 就是它不会说把你脸上的瑕疵遮得特别好 不会像是像double wear那种粉底 就是你一推开你就觉得 哇脸被遮瑕了的那种感觉 这个粉底也不会有 但是它就是让你一看觉得 哎自己皮肤还挺好 就是挺美的那种感觉 是吧 然后看一下它遮瑕的情况 明显感觉刷子上的这一边的遮瑕 就是要比海绵蛋上的这一边要好很多 好 那我们这个粉底液就先这样 我接下来呢去把全妆化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跟妆的效果 然后为了测一下它的抗暗沉程度呢 我还是在手上先这样 然后把它抹一条在这 等一会我化完妆 我再来挤全新的一本 呃一条来看一下它的暗沉程度是什么样的 那先这样我们一会再见 然后现在这个是我就是补了一点 遮瑕提亮和拿散粉定完妆之后的样子 刚才忘了推荐看说一下它的保湿状况 我觉得它这款粉底液跟我的肤质还是很合的 上妆之后既没有哪个地方觉得说特别的干或者说起皮 或者就是干到皱起来 也没有哪个地方说觉得油护的很厉害 就是都没有 我觉得它总体来说这个质地还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挺适合混合皮用的 它就是也没有起皮的地方 往常如果我上其他粉底液 就是鼻子这个地方 还有我的这些痘痘 尤其额头就我刚下去的这个痘的地方 它会起皮 但是这个没有 就是它并没有起皮的现象发生 然后再一个 我觉得是我现在这个窗台这个光不好 我刚才回到客厅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颜色跟我就是贴合的特别的好 没有现在相机里看起来真的惨呗 一会儿换一个角度再试一下 刚才那个呢 就是比较痴的白光自然光 然后现在就是用一个这种黄光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这个色号还是挺合适的 然后我再拿到一个稍微融合一点的自然光的地方 我们再看一下 再这样看一下 其实这么看来的话这个色号融合还是挺好的 你们觉得呢 哈喽 我现在就是已经把全妆都化完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粉底液其实在我脸上表现还不错 首先它现在颜色稍微沉淀下来一点之后呢 跟我脖子这个色差慢慢就是减小了 感觉颜色越来越贴合越来越合适了 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光的问题稍微有一点容易显的惨白 但实际上我在就是没有这么强光的情况下看的话 这个颜色还是不错的 然后刚才不是在手上的这个地方留了一条粉底液吗 它现在基本上已经暗沉到 你看跟我的手颜色很贴了 但它稍微暗沉到有点偏橘 然后我们再挤心的一个看一下它的这个 它这个还是有暗沉情况在的 你看这一条是我心急的 反正这一条是它已经暗沉到发菊了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跟抹在手上有关 如果你上脸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 抗暗沉的妆前乳 护肤品 就是都可以用这些方式来防止它暗沉 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在我脸上没有什么暗沉 就是感觉颜色还挺合适的 而且刚才就是上妆的期间 不管是上桌下液呀 还是上其他的修容呀 腮黄这些 我觉得这些粉质的东西在它的粉底液上面叠加表现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感觉现在越来越融合进了我的肌肤里了 然后也带有一些微微的光泽度 当然也有我刷了高光的原因 但是它确实自己本身也带一些光泽度 我觉得这块粉底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的 但是呢我觉得它不是特别适合瑕疵品 就如果你脸上真的瑕疵很严重的话 你上完它之后可能还需要很多的遮瑕液 才能把你的瑕疵遮得七七八八的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的妆感就会开始非常重了 那么我还比较推荐皮肤状态比较好 瑕疵比较少 可能只是需要轻微局部遮瑕的姑娘用这个 还是不错的 它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均匀肤色的作用 然后让你的脸的质感提升 然后同时把你肌肤本身的那个光泽感带出来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粉底液我即便在上完散粉之后 它的那个光泽感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不像有一些粉底液可能我压完一层哑光控油的散粉之后 它的那个光泽感就消失就变全哑光了 就它这个我觉得刚才就是上完之后 感觉它的那个妆感还是不错的 那么现在这个测评就先告一段落 然后我会今天在出去的时候不停的向大家汇报 那么现在的话是中午的12点 然后我会每隔一段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粉底液在脸上的情况 现在距离上粉底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基本上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粉底就是在脸上最好看的时候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自然光泽 比如说这个店里这光看的话 这个颜色其实还挺合适的 觉得呢 然后推荐了看一下 脸上的话 遮瑕呀什么的 就是跟它融合的还不错 什么都在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觉得目前在相机里反正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好的 鼻子这跟它戴墨镜稍微有一点压 那我们一会再看一会儿 看到现在距离上妆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 然后刚刚吃了午饭所以比较热然后出油就会比较多 现在再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基本上三个小时就是保持了刚化好妆的样子没这么动 除了现在有点热出了一点汗出了一点油以外 但我觉得绒合还挺好的反而皮肤有一点那个光泽感 不错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 距离上妆已经有四个半小时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经历了一顿午饭 然后外边的高温暴晒 今天北京有34度 而且是个大太阳天 再加上被晒 所以体感温度有39度 然后现在外边一直就是在出汗啊 然后被晒什么的 现在能看出来的就是鼻头这一块出油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它没有脱妆 额头脸颊我觉得大部分还挺好的 因为其实应该能看出来我眼妆 就是眼下这块都已经开始稍微有点晕了 有点晕妆了 但是脸颊反正起码我从镜头里看起来觉得还不错 那现在这个光我就是迎着玻璃窗外边的这个自然光录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刚才有一点就是 嗯我这块还出汗嘛 我出汗完了之后 这么碰的时候 发现它有就是沾到我手上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感觉它可能在我脸上不是特别的瓷是呆的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满意的 就是整个妆面看起来还是很干净 然后呢跟脖子的色差也不是特别尴尬 我觉得还不错 现在距离上妆已经过了六个小时六个半小时了 那再看一下 今天就是出了很多汗 太晒了 然后又就是骑车呀什么的 就出了好多汗 然后现在基本上出游还挺厉害的 然后能看到 我比较爱出汗和卡粉的这个鼻翼 下边的地方其实还挺斑驳的 还有就是我下边这个粉刺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挺斑驳的 但就是远处 一看的话又觉得还好 然后再一个是刚才去那个眉毛店弄眉毛的时候 然后被她蹭了脸 所以稍微有一点 不过大体来说还不错 然后我们再坚持一会儿 我再隔一个多小时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是九点多了 距离我上周还讲过了九个多小时 将近十个小时了 然后我们刚看完了一个剧 现在再来看一下它的状况 这块状况有灯 其实它已经开始有点浮粉了 就是这一块鼻翼还有脸颊 这个脱妆都还挺明显的 我眼睛好红哦 那不一几秒的 就是 能看出来吗 其实就是妆效挺难看的 都浮起来了 不过毕竟今天是一个大热天 能在外边暴晒暴走了一整天 一次都没补妆 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 等一会儿再看一次吧 现在我已经到家了 然后现在距离上妆已经过了十一个小时了 在北京今天这么一个三十多度的暴晒天 然后还一天不能补妆 简直就是非常折磨 然后看一眼现在脸上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脸其实已经满脸油光了 然后再加上出汗 现在脸上应该就是油跟汗都有 今天简直太热了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外边都是热的 反正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鼻头是已经脱妆了 已经掉了 然后脸颊的部分还可以 因为我然后这一块我这块特别爱出汗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脱妆脱得还挺厉害的 额头的部分的话就是还好 就是现在这个妆呢 反正你要是拿到一个安全距离内看 它就是一个嗯还可以 就是起码别人看不出来你脸的那些瑕疵 没有暴露出来 但是你一旦比如说跟你贴到这么紧看 我觉得脸上那个粉浮的还是挺厉害的 而且这个浮粉就是别人也能看得出来的这种浮粉 嗯不确实今天太热了 眼下这也都花的不得了了 但是为了测这个粉底液不能补妆 反正现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粉底液今天用下来 它的优点就是一个是色号跟我非常匹配 我非常喜欢 而且是难得的一个比较正的黄调 不会像用欧美粉底液 就是总会采雷到一些偏粉 或者偏橘的那种粉底液的色调 它这就是一个很正的黄调 我觉得色调特别好 再一个就是它在脸上非常的轻薄 没有负担感 之前也用过一些粉底液 在这种高湿高热的天气下的话 到了带妆这么长时间之后 就会觉得非常的糊了 但是这款不会 就是这个还让你觉得脸是能呼吸的 就是你在脸上 你觉得它没有什么负担 比较轻薄 再一个是你看它一天下来 它并没有说让我闷痘啊 我这个本身有的一些痘痘 也没有说催熟它或者什么的 就是它对痘痘没有负担 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好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暗沉情况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 虽然今天早晨在手臂上试的时候 看它暗沉比较快 但它在脸上其实没有怎么暗沉 一天下来这个妆看起来还是很白净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它时间久了 容易浮粉 再一个呢就是确实这个天气来说 它的滋润度是比较高的那种 所以混合或者混合偏油在夏天用的话 还是得搭配好控油的妆前乳这些 不过我觉得它的这个缺点 都是就是可以弥补掉的嘛 你如果觉得它化妆太快不够控油 那你就叠加一个控油的妆前乳 我觉得它后续的这个表现应该就会好很多 反正总体来说这款粉底液我还挺喜欢的 嗯 谢谢